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说振兴三大球 咱也不知道他说的这个三大球是哪三大球 这是人民日报报道的 我们知道49年以后曾经有一个快是差不多是天字一号的人搞体育 因为想体育出成绩似乎没有什么国家比这个地方更迫切 甚至可以采用一些个非常规手段 甚至可以采用一些个背离体育精神的手段 也得要出成绩 败了他不行啊 我这个伴随着我的这个生命这个长度 我知道啊那那个快成天字一号的人抓体育没抓起来 可是后来出现了两个已经是天字一号的人抓体育 也抓不起来啊 不但抓不起来 我们现在看了 现在的体育就知道了 因此你这个家伙你是老几 你还你你还要你要节约吗 你还要振兴啊 振兴个批 在他可能说别的球是吧 那可能那都不用振兴 他们就已经很振兴 嗯 足球你搞不了 一种钱你也对不了 挖煤 鞭子抽 是吧 犬角 什么东西你都搞 你搞不了 艺术也是这样 足球也是这样 啊 高科技也是这样 这些东西 他就他 我觉得这个真是叫善良吧 就赵无主的善良吧 谢谢赵无主 我